這個剛剛課本所講這個例子我們把它找到了 放到電腦上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的dataset就像我們上階課所講的 現在我們把這組資料做regression regression裡頭大家看一下這邊一個stabilize stabilize這些cells就是response variable 然後我們看他剛剛講說是stabilize regression con,event,expenditure,potential,share 這是這四個methods 你看你點一下methods 你發覺呢這邊有stabilize 你的方法可以用stabilize 你可以用forward regression selection 你可以用backward 我們用stabilize stabilize你看它有forward跟backward alpha to enter它是定0.15 定0.15 那forf to enter 那你看按ok的話 好像沒有跑結果出來嗎 ok 那至於它現在的alpha to enter它是定0.15 它這個不是定0.15 那我不知道它為什麼這邊這麼樣定 但是至少就是說你現在可以跑出這樣的結果出來 我這裡可以自己改 對上面可以自己改 你看它的alpha定0.15 我們可以自己改 回到剛剛那個步驟現在怎麼回到剛剛那個 我們全部同樣一次 再過來 這邊如果我定0.05 看一下這個結果 0.05第一個步驟account 三個步驟 所以你如果定的alpha值在變化的話呢 它裡頭的數據會變化 明顯看出來它這邊還是一樣 還是這四個東西 那我們來看一下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我們看 除了 除了剛剛所講的這個方法 你看stabilize對不對 我們如果用forward 不要用 不要用stabilize 你定forward 這邊你看forward selection 它通通名字通通叫做stabilize regression 裡頭forward selection 什麼叫做forward selection呢 forward selection就是從無到有 就是每一個字變數不斷的加進去 一開始的時候是什麼都沒有 那for我就向前走 向前走的意思就是我不斷地加加加加 加到不能再加 所以我先加account 然後加advert expenditure 再加potential再加share 這個結果是不是跟先前的stepwise是一樣的 account 結果有沒有一樣 完全一樣 stepwise regression你可以不用選別的 但是就這個題目 就選這四個來講的話 最後的結果是一樣的 forward跟那個stabilize的結果都一樣 你看這裡頭的內容完全一樣 這邊一樣是1709.32 250.29 這邊都一樣的 好 那我們再試一次看看 如果這樣的話 再回到這邊來 然後選 severwise method backward 如果我們選backward的話 backward selection 大家看看這邊backward selection backward selection 它的結果就是 結果它 它結果還是這四個 同時放在這一起 那這個結果跟剛剛的 這結果是不是一樣的 大家看看最後這個結果有沒有一樣 45490.4 45490.4 一樣的 這是最後它一個步驟就結束了 什麼叫backward呢 backward selection是一開始 全部都放在模型裡頭 然後就開始退 開始退 開始退 退到不能再退 那同學你看 我剛剛是不是只選了四個 這四個裡頭 它一個步驟就完成 意思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退的 所以四個就是現在這四個 就是一樣這四個 一開始全部都放 一開始全部都放 然後 然後 逐步去退 退到不能再退 那現在呢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退出模型的 四個這邊數都保留 所以那一個步驟全部確定 一樣是四個 那剛剛的slack forward是什麼 forward是一開始 一開始什麼都沒有 那逐步加 加到四個全部都滿 所以你可以看 不管你是backward 或是這邊的forward 或是前面的stepwise 這三個結果的最後所選出來的模型 這四個都完全一樣 好 就這個題目來講的話 那只是呢 理念上頭你要了解 stepwise是先退後進 forward是一路就這樣往前進 從沒有半個自變數一直加 加到的你不能再加 那backward是全部四個都放進去 然後看有沒有可以退 退到不能再退 它還是原來的四個 所以這三個步驟呢 三種不同的方法 跑的結構都一樣 這樣好 我們不要放四個 我們現在考慮八個都放進去 這樣好 Migration Stabilize Sales Time Attention Advertise Change 好我們現在八個都放對不對 Method 我們再看Stabilize 跑出來的結果 8個 8predictors 這邊有8predictors 那你看看 它最後的結果還是選了 Account Advertise Potential 還有Share 還有Change 它多加了一個 1 2 3 4 5 5個模型 所以Stabilize regression 它跑出這樣的結果出來 最後記得是91.24 好 現在我們再跑一個 Forward 看結果什麼 1 2 3 4 5 結果是不是不一樣 結果你看它是92.03 然後放了四個 五個字變數是 Time Change Share Attention Avertise Expenditure 1 2 3 4 6 6個 它放6個 這是Forward Selection 原來的 Step 1是它放5個 最後的 最後的R2 是91.24 那Forward Selection的話 最後的R2 就是92.03 放了6個 這是Forward Selection Alpha的標準不一樣 是啊 Alpha標準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Alpha 都把它變成一樣 好了 OK 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Step-Wise Method 假設我們都把它回到0.05 5 OK 跑出來的結果 是在這邊 0.05 Account 4個 你如果用 用Alpha是0.05的話 跑出來的結果是90.04 OK 現在我們在 這個都是0.05 0.05 現在我們在跑 Step-Wise Regression 我們現在 Method 如果是Forward 0.05 一樣都用0.05好了 OK 看一下 Account 是不是一樣 是不是90.04 然後你看到Variable Account AAPS AAPS 結果一樣 再跑一次 Backward來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也是一樣呢 不太一樣 不一樣了 不一樣 Backward 他全部都放了 他只有Account沒有放 你看 Time Potential A S Change Account也放了 Rating也放了 全部都放了 最後是這個 抱歉抱歉 最後是這個 Time Potential Advertise Expended 跟Share 最後模型在第五個這個地方 在這一行裡頭 這一行的結果 最後是89.60 所以 就如同 我先頭跟各位講的 你看 這邊 你現在是Backward Backward的話一開始 全部八個都放 然後呢 逐步減 減 你看這邊減 減到最後剩下 剩下12345 五個 再減一個的話 還可以再減的話 最後剩下四個 這是Backward Backward是不斷的減 那最後的模型呢 是四個 然後呢 Rsql是89.6 那麼如果你是Forward的話呢 最後也是一樣四個 那可是Rsql是90.04 結果不一樣 Accounts Advertise AAPS 那它這邊是多少 PPAS OK 四個Variable不一樣 那麼如果是Stepwise的話 是什麼樣呢 Stepwise 大家看一下Stepwise AAPS Stepwise的結果跟Forward的結果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Backward是不一樣的 OK 這個是有關Step 有關Regression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一個方法叫BestSubset 好 現在同學你看一下這個結果就是我們課本在780頁所顯示的結果就是跟我們這邊所做的是一樣的 那唯一就是後面這兩個它順序顫倒了 因為我剛剛按的順序我把它兩個按反了 但是 什麼叫Subset Subset就是紫集合 你現在輸入了八個字變數 你想辦法從這八個字變數當中選一個紫集合出來 那最簡單的八個字變數最簡單是只選一個字變數 如果你只選一個的話它幫你選Accounts 那如果你只選一個Accounts當字變數的話 你的Artsquare只有五六點八 那你可以選另外一個time的話呢 Artsquare是三八點八 現在你選兩個 你選 Advertised Financial Accounts Artsquare變成77.5 你選另外兩個 變成74.6 你選三個 選三個 選四個 選五個 選六個 選七個 所以 它這個地方只幫我們找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三四十五 只少了15種組合 事實上你有八個字變數 你有多少種組合 八個字變數有多少種組合 二的八字方減一 二的八字方是多少 256減掉一個 你有兩百多種組合 OK 兩百多種組合 為什麼這次選了這十幾個 因為有很多組合 好比說你看這邊 這邊每 單一的字變數 每一個 單一個就可以構成一種組合 對不對 它這邊只做了兩個 那一定有一些字變數 它覺得這個根本不用考慮 或者有一些組合 它跑出來的結果 覺得不好 或者是 什麼樣的原因 Anyway 它這邊只幫你附了十幾個 好 那麼從 從這裡頭 你想辦法 從這十幾個字 那個組合當中 選一個最好的組合 你怎麼研判 什麼是最好的組合呢 你可以看 R²跟Adjusted R² 都是92點多 92點多 可是Adjusted以後呢 這個92變成88.8 不像呢 89 這邊呢 變成88.3 Adjusted R² 從91.6變成88.9 然後這邊還有89.4的 一樣是92 Adjusted以後變89.4 本來91.5 Adjusted以後變89.3 所以你可以看 R²跟Adjusted R² 以及自變數的個數 去研判說 到底你要選哪一個 那麼這邊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 希望你Adjusted R² 跟R²之間的相差 不要太大 相差大代表灌水成分多 所以你R²一樣是92 可是我們再猜一下 你看這邊 Adjusted R²以後 變成從91.5下降到89.3 似乎這個不錯 這代表你灌水成分不多 然後自變數的個數是五個 就是 Time Potential Advertise Expenditure 還要Change 這五個自變數 好 可是你放了五個 同學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一種組合 讓他看781頁 最上方的16.7那個table裡頭 你看到第六種 第六個模型的時候 Potential Potential Advertise Expenditure 跟Account 它R²可以高到88.1 他就看這個 他就看這個 他看這個 看這個 Potential Evertise Expenditure Share 還有Account 他看這四個 R²是90 Adjusted是88.1 如果你只選四個 你可以高達到 R²可以到88.1 四個就得到這個結果 如果你多放一個 像我剛剛所講的 你看這個 你是 Time也放進來 Account不要放 你放Account跟Time兩個 就會打架 所以只放Time 那剩下的 這四個也放進來 這個模型裡頭 89.3 然後91.5 降到89.3 如果你放剛剛課本所講的 第六個方法 你從90降到88.1 課本似乎比較鍾情於 自變數比較少的 你不要選五個 你選四個 為什麼你要選那五個自變數 你所得到的結果 也不過是從四個 從四個自變數 從90降到88.1 如果你選了五個 你是從91.5 降到89.3 你要多增加一個 你看這邊四個 這邊變到五個 選這個模型 或者是選這個模型 或者是選這個模型 或者選其他的模型 你看你要選哪一個模型 這邊沒有一定的標準 原則是希望他自變數不要多 越少越好 代表你兵在金不再多 這個數量少的軍隊 這個人員就可以打勝仗 那是軍隊訓練很有數 你選四個 你打出的結果是88.1 你選五個 打出來的結果是89.3 你要選哪一個 那這裡頭 基本上我們不會選六個以上的 你選到六個七個八個以上 基本上沒有打仗 你全部都放進去了 你選了四個 你怎麼選這四個 選五個 得到好的結果出來 那你怎麼去研判他 所以這種方法呢 也是在電腦比較昌明的時代裡頭 事實上你不需要動太多腦筋 你只要交給mini-tile 你把全部選項都丟給mini-tile mini-tile幫你跑出各種選擇 那你從這裡頭去選哪一種 你看上的結果 所以這是第四種方法 這個方法叫Based Subset 就是最好的子集合法 最好的組合法 配上我們先前所講的 你有stepwise regression 進進出出 退退進進 你有forward selection 逐步前進 你有backward selection 逐步後退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叫做Based Subset 這就是我們這邊所講的 你在建模的時候呢 你有這四種選擇 那你配合mini-tile 你坐在mini-tile面前 你先跑一下Based Subset 然後你去研判 到底你要考慮哪幾個 那你就回到 stepwise regression那邊 逐步去選擇 調整你的alpha值 不斷去做一些 做一些加啦 減啦 你的自變數 再做一些組合 然後去研判 最後就跑出一個 你比較滿意的模型 那以上所講是第六章建模的方法 可是這邊都沒有談到 我們第六章的 一開始第一節的方法 那一節的方法是 你可以建二階的 你某一個自變數可以平方 還記得嗎 那你要做呢 後面的那個殘像分析 你發覺呢 它的形狀不符合那四個條件 所以你要調整 你的自變數 你從一階變到二階 對不對 或者是你要做transformation 做一種轉換 把你一變數變成loganism 或者變成y分之一 還記得嗎 或者是 或者是做平方 或者是做所謂的interact 讓它兩個自變數可以相成績 總之做建模 在我們回歸裡頭是非常有趣的一部分 所以這部分老師特別用電腦跟大家談一下 那建模這部分呢 你就是坐在面前 你把資料輸入進去 你去try一下 利用各種不同的工具 這邊還沒有談到後面的殘因像分析 你如果去做這殘因像分析 會是做不整的結果出來了 我看一下畫圖 哦 對 第一個 graph 喔 religual regural standard standardized standardized religual pl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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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個 這個 這個 哦沒有replot 那我们这没有人放那不行 没有人放 我们刚刚最后建模式建哪一个 拿一下第六个 看一下第六个那个model是什么 potential 什么potential Avertise potential 还什么share 还什么 count graph graph 对不对 蛮好玩的啊 你坐在面前 你在那边像在做化学实验一样 觉得蛮好玩的 aggression 刚刚是什么graph 你选一个standardize 我现在如果用deleted residual的话 好错的结果 ok deleted residual 那你要记得把这个东西怎么样放在 放在你的结果里头 这个怎么放在你的档案里头呢 用剪刀吗 用剪刀吗 用剪 copy graph 然后copy到哪边 copy到你一个档案里头去是吧 所以记得mini-type很简单的 它比SPSS还简单 好 那当然你要用更复杂的东西 当然你就要 要衡量 那至少你的mini-type可以提供你非常简单的试算 然后你各种各种情况都可以做一些组合 我们在实验设计那个地方 我们谈到了实验设计你有三种生产方法 三种生产方法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的期望值啊 X bar A bar B bar C 12 12 我们有 大家看一下783 783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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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 或是K种方法 K个母体的期望值 一不一样 对不对 现在如果我们只有三个 我们检验这三个的期望值 有没有一样 注意这62 66 52 这是它的样本的平均数 不是母体平均数 事实上是要拿62 66 52 这些数据来检验 到底母体的A 母体的B母体的C 也不一样 数据呢就如最底下 16 48那个报表 这个就是我们13章 同学你给我翻开到13章 前面第几页 你可以找得到 这在第几页 13章的 549页 549页的上方 131那个table里头的数据呢 简化 浓缩到783页 下方那边有 15笔资料 三种方法 每种方法 5笔资料 一共15笔资料 那么 每一个方法的 5笔资料呢 我们得到它的平均值 62 66 52 那么我们想办法用这个方法呢 我们知道怎么去检验它了 但是我们现在想办法把把这些资料呢 想办法把它给做一下 重新变成一种多重回归的一个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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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48 48 71 57 57 第二是57 第二是57 第三个 好 谢谢 那这边的 X bar 分别 是这样的结果 我们想办法把这个资料呢 把它变成啊 这个东西要变成多重回归 多重回归 想办法变成什么模型的变成expective value of Y 它可以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某一些质变数 这样一样我们交给mini type的时候 我们就是Y等于多少 每一个质变数等于多少 整个资料统统丢给mini type 它可以帮我们跑出 但是跑的结果呢 也可以跟我们用 那个 那个方法是一样的 一样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但是呢 你这里头呢 必须要对这些质变数 加以来做一下 做一下重新的整整合 我们说啊 我们就设计说呢 你有一个X1 X1是1或是0 如果是A的话 X1是0 如果是非A的话 X1是0 是A那是1 非A是0 X2这个词变数呢 如果你是对B这个方法来讲的话 你是属于B公司的 每一笔资料呢 不是A就是B就是C嘛 那你有三种可能 你可以找两个category variable 去界定它 那A B C 所以这样一看呢 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呢 你X1 X2 你是A的时候呢 是1 0 你是B的时候是0 1 那你是C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 0 0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你可以 做这样的结论呢 你可以说 我的模型可以变成是 这个样子的 可以 可以变成这样子 两个字变数 可以管三组 三种 三组资料 两个字变数管三组管A B C 那这个Y呢 就是你所花的时间 OK 所以 建构成这样的一个多重回归模型以后 我们渴望把整个资料集啊 那么 可以把它变成呢 一共15笔资料变成 一个多重回归的模型架构出来 简单来看的话 你可以这样说 X1 X2 Y在这边好了 好 每一个 每一笔资料 我们就问 这是A吗 是A A A的话是多少 10 第一个A是多少 58 64 是什么 也是A 再来如果是B的话呢 是58 B的话是01 再来如果是C的话呢 48 C的话是00 这边一样是15笔资料 15笔资料 15笔资料是来自于呢 三组人马 所以说呢 我们用X1 X2 就可以区隔出三组人马出来 加这样的代号下去 所以整个资料集啊 把三组 三个方法 15笔资料整合成为一笔资料集 整笔资料集呢 就交入给MINITAB 各位同学看 这是一变数Y 一变数Y X2 分别代表的是 你是哪一类 你是A还是B还是C 你的A类的话是10 你的B类的话是01 你C类的话是00 那它的Y的10都告诉你们 如果把这个资料 就交给MINITAB 跑出来的结果呢 那同学可以自己跑跑看 我看课本这边有没有 它给了 然后看一下785页 它跑出来的结果是 Y多少 52 10 14 52 课本是用AB 两个字 我是用XX2 各位同学你可以把它改成A和B 符合课本 好 那这样怎么理解它呢 同学这个模型呢 像这样子 然后呢 它R2是60.5 不是很好 但是呢 我们不在乎它的模型好坏 我们在乎的是 可以透过这个回归模型 可不可以去做这样的检定 透过这个回归模型的结果 可以去做这样的检定 可不可以 答案是可以的 待会我们再证明一下 看 怎么样 用这个模型的架构 使用呢 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F检定 用这个东西 可以来推出啊 那个检定 MuA 等MuB 等MuC 这个检定 所以借用多重回归 这里头的 的结果 我们可以来检验 实验设计里头 三个 这个 母体的期望是一不一样 可以来做这样的检定 好 好 感谢观看